小说 丹舞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2621-2640章 丹舞双绝 第2621章 炼制玉明珠 一颗一颗玉明珠被秦明炼制成功 它现在是龙镜舞者 炼制玉明珠也轻松了很多 猎魔者协会中应该有很多毒魔心头血 把焦镜以上的毒魔心头血都炼制了 等到时机成熟 整个天龙世界的毒魔都无处可逃 秦明眼中杀鸡闪过 这一次幻虚秘境之行 除了它实力提升很多 得到大量珍贵宝物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得到毒魔心头血 平日里 毒魔隐藏不出 它想要杀一位龙镜毒魔都需要使用计谋 而在幻虚秘境却不同 进去了无数毒魔 它就得到了不少龙镜毒魔心头血 想来其他舞者也等到了不少 这些毒魔心头血并不值钱 但是可以在猎魔者协会兑换资源 而猎魔者协会 在天龙世界大部分城池都有分会 想要兑换资源很容易 所以秦明相信 他很快就能得到大量的毒魔心头血 等到都炼制成玉明珠 等到把玉明珠都制作成寻魔应符 那么毒魔将无处可藏 等到时机成熟 就算毒魔势力不主动开启战争 秦明也会对毒魔发起战争 不知道那颗毒魔圣血 培养毒魔的速度如何 有没有我使用完美龙极丹药 培养武者的速度快 秦明心中隐隐有些担忧 恨不得现在就发起战斗 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没有足够的寻魔应符 贸然地主动发起战争 只会让他们很被动 光靠云城联盟对付毒魔 很难很难 若是能够把天龙世界的武者们的力量集合起来 那么对付毒 魔就会简单很多 这一次炼丹的速度 给了秦明很大的信心 以前云城联盟的实力和影响力虽然强 但它炼制完美龙极丹药的数量有限 不可能供应整个天龙世界 也因此 云城联盟发展受到了限制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地发展 而现在 它炼丹的速度提高了很多 虽然供应整个天龙世界的武者修炼不可能 但供应二万 甚至辛苦一点 供应三万龙镜武者修炼是能够做到的 如果我把天龙世界绝大部分的龙镜武者集合在一起了 那么 天龙世界其他武者肯定也会听命行事 如此一来 就是掌控整个天龙世界 细细地考虑了一番 想到各种困难 以及解决困难的方法 秦明突然觉得 这件事情未必不能办成 现在我手中的完美龙极丹药太少 还不能贸然地招募武者 等到我手中的完美龙极丹药足够 再一点点收服势力 一点点蚕食 就不会被武者们抵触了 秦明最终决定一步步进行计划 成功了固然好 失败了也没什么 因为他的计划非常稳妥 就是发展云城联盟的实力 等到云城联盟的武者足够多 实力足够强时 一个小小的云城自然不够 就算云城联盟的其他人没有野心 他也要激发对方的野心 让他们开疆阔土 若是把这件事情摆在名处 肯定会受到所有武者的敌视 云城联盟失去了天龙世界武者们的信任 那就糟糕了 单五双绝第2622章 统一天龙世界的可能 现在要考虑的是 这计划应该怎样一步步进行下去 首先要让手下有野心 想到这 秦明想起了刚刚连人的模样 刚刚他说 要捐献资源给裂魔者协会 连人有些不乐意 恨不得所有的资源 都拿来发展云城联盟 以前连家也捐了很多资源 给裂魔者协会 那时是雪中送炭 连家世代与独魔为敌 他就算捐献再多的资源 连人只会高兴 而不会有意见 而现在不同了 连人见到云城联盟飞速发展 特别是这次从幻虚秘境中带出来 放在联盟中的十颗超越龙极的精血石 让云城联盟的影响力 不比裂魔者协会差了 实力虽然比裂魔者协会差 但云城联盟的向心力更强 同样是对付独魔 云城联盟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 所以连人才认为 把资源交给裂魔者协会 让他们去对付独魔 还不如给云城联盟 一样是对付独魔 我根本不用担心 他们没有野心 连连人都有 其他人野心只会更大 秦明自信地一笑 只要他不阻止 联盟中的很多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利 为了发展联盟 肯定会对外扩张 其实一直以来 云城联盟都有对外面扩张 只是猜出的方式非常温和 云城联盟的商队 现在遍布整个天龙世界 建立商队 自然抢占了其他商队的生意 但因为完美龙极丹药开道 才没有引起大的冲突 甚至很多城池都对商队非常欢迎 这当然是属于实力合影 响力扩张 秦明以前在阻止这种扩张 因为当时联盟刚刚成立 需要求稳 贸然地发展 会让云城联盟根基不稳 而现在 经历了幻虚秘境的战斗 云城联盟内 武者与武者之间 已经有过过命的交情了 如此一来 他们之间就更加信任 云城联盟 也会更加团结 基础更加牢固了 万事俱备 现在是时候扩张了 天龙世界 因为千年前与独魔的战斗 让整个天龙世界元气大伤 也因此形成了各个势力割据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独魔想要对付天龙世界 会简单很多 只要我统一了整个天龙世界 就能把整个天龙世界的资源 整合起来 到那时候 哪怕我们的实力 不是独魔的对手 最终战斗下去 也是我们胜利 想到未来的模样 秦明信心十足 若是能够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那么他就可以利用 整个天龙世界的资源 而且他实力 会继续提高 炼制丹药的速度会更快 也能培养出更多的龙境强者 打仗打的是资源 有了资源 他们没有失败的可能 秦明对于权力不多在乎 他只想安安心心打败独魔 而后突破龙境 去寻找小世界 找到小世界之后 他要前往至尊世界 就算灭了天龙世界的所有独魔 对整个独魔势力来说 没有多大伤害 只有灭了至尊世界 灭了独魔的根基 才能一劳永逸 秦明仰头望天 心中豪气甘云 丹武双绝 第2623章 一年后 匆匆一年时间过去 大殿内秦明盘息而做修炼 无数的道运 在他周围盘旋 一呼一息间 虚空中的元气震荡 忽然 秦明浑身一震 脑海一片清明 这个时间很短 他睁开紧闭的双眼 眼中有一道火红的光芒闪过 我火之道 突破到龙境后期了 感受到体内的力量 秦明满脸高兴 虽然四种大道都是龙境中期 可似乎他对火之道的天赋更强些 火之道后来居上超过了水之道 先一步进阶到龙境后期 只要有一种道进阶到龙境后期 那么秦明的实力 也是顺利地提升到龙境后期 离龙境巅峰更进了一步 离突破龙境 离开这个世界 也进了一步 这一年除了境界提升之外 我的烽火道融合的速度 也是大幅度的加快 现在已经融合两成了 威力一定更强 如果说之前我与魔祖对战 没有剩他的把握 那么经过这一年的巩固修为 以及烽火道的提升 我有绝对的把握战胜他 想起在幻须秘境中 与魔祖短暂的接触 秦明紧紧地捏着拳头 魔祖的实力很强 同时对战个龙境巅峰强者 不在话下 哪怕秦明是圣血舞者 想要打败他 也需要和他在同一个境界才行 不过烽火道的突破 让他的攻击手段更强了一些 他有信心能够击败魔祖 得到独魔圣血的魔祖 实力可能会更进一步 不过他的进步再快 也不可能比得过我 秦明对于自己现在的进步速度 很满意 对联盟的实力提升 更加满意 这一年 联盟主要是积累实力 经过幻须秘境之后 天龙世界突破到龙境的舞者 明显增多 他们联盟内有很多交近舞者 在这短短的一年突破 除此之外 因为十颗超越龙极的圣血 也因为他了源源不断的 完美龙极丹药 有无数的龙境强者加入他们 其实除了是因为 他们云城联盟实力强大 还有一个原因 让龙境舞者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 因为幻须秘境中 他们见识到了独魔的力量 以及他们的野心 现在谁都知道 独魔势力和天龙世界 必然有一战 战争来临时 最危险的 就是那些没有势力 作为依靠的舞者 哪怕是龙境 在这种级别的战争中 也很难自保 独魔对付天龙世界 肯定会无所不用 杀天龙世界的龙境舞者 就减轻了他们 一同整个天龙世界的难度 所以 独魔肯定会尽力地消灭 天龙世界的有生力量 除了没有实力依靠的舞者之外 那些孤零零的小势力 肯定也是很好消灭的 很多对前路担忧的舞者 以及一些小势力 都在寻找庇护自己的方法 这时 幻须秘境的声势滔天 自然成为了舞者和势力们的第一选择 只是因为加入云城联盟 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成为云城联盟的一份子 这让很多原先享受惯了权力的人 突然间放下权力 很不甘心 也因此 没有势力的舞者 加入云城联盟很多 而小势力整个并入联盟的很少 单舞双绝 第2624章 重整联盟 天龙世界很大 也因此加入云城联盟的舞者总数极多 现在云城联盟的收人标准提高了 除了龙境舞者之外 联盟只收交境舞者 云城联盟越大 也就越臃肿 秦明不希望云城联盟 成为一个不好指挥的大胖子 而想要加入联盟的舞者太多了 实力残次不齐 若是把他们都收了 整个云城都装不下 而且也不利于云城联盟的发展 所以 云城联盟进行了精简 着重培养龙境和交境舞者 也因此 除了之前就加入云城联盟的舞者外 现在想要只有龙境和交境舞者 才有资格加入 秦明想要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自然不可能 让云城联盟只收龙境和交境舞者 整个天龙世界太大 哪怕再多的龙境和交境舞者 也不可能管理得过来 而是把龙境和交境舞者作为高层 那些实力低微的舞者 并不属于联盟 但是可以长期雇佣 其实那些舞者 也能得到云城联盟的报酬 也能依附于云城联盟 只是联盟对他们的限制很低 基本上他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自由的代价是 他们给的待遇 自然没有加入云城联盟的舞者高 大多数雇佣的舞者 都想要放弃自由 彻底加入云城联盟 可惜太晚了 云城联盟已经不熟 这样做的好处 云城的真正高层 只需要管理少数的舞者 就能够做到管理整个联盟 比以前方便很多 第二个好处 其他势力见到云城联盟虽然强大 可那里的舞者 并不多 也会没有太大的抵触 毕竟云城 现在已经装不下太多舞者 而新建里一座城池 既花费巨大 又没有必要 也因此会让那些雇佣的舞者 前往其他城池居住 若他们的身份是云城联盟的人 那么自然会被其他城池的本土势力所敌视 而现在不同 只是雇佣的 自由的舞者 他们没有敌视的理由 毕竟裂魔者协会的裂魔者们 也是在整个天龙世界游荡 没有城池会抵触他们 云城联盟的那些雇佣的舞者 也和裂魔者们一个性质 自然不会被抵触 今天的修炼完成 秦明准备炼制丹药 刚刚准备动手 门外有动静传来 进来 秦明淡淡道 门推开 连人满脸笑容地走进来 对着秦明攻身道盟主 我们的龙镜舞者突破一千人了 连人很高兴 短短的一年时间 龙镜舞者的数量是以前的五六倍 作为副盟主 他现在的权势和影响 根本不是以前作为连家家主时能够比拟的 听到连人的话 秦明也很高兴不错 龙镜舞者数量突破了一千 这一年 你们做得很不错 这一年 秦明几乎没有管理联盟的事 只是单要而已 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突破龙镜 自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用在修炼上 现在 他连龙镜巅峰都没有达到 只有达到了龙镜巅峰 才能突破龙镜 达到真龙镜 也只有达到真龙镜 他才可以踏入无尽虚空 寻找小世界 单舞双绝 第2625章 一千龙镜 而联盟的事情 有几个副宗主去忙 秦明只需要掌控大局就行 达到一千龙镜舞者了 秦明沉思一会后 到现在联盟 想要再招募龙镜强者 肯定很难 该加入的 都已经加入了 那些不想加入的 估计得等到独魔真正的 开始发动战争 才会加入 连人点头到不错 根据情报 现在背后没有势力的舞者 已经很少了 不但龙镜舞者数量减少 连蛇镜 甚至蛇镜之前的舞者 数量都少了很多 很多都被各大城池的势力招募了 真是可惜 若我们能放开条件招募 这些舞者会和龙镜强者一样 大部分选择加入我们 秦明微微一笑到已经很好了 现在联盟的舞者数量 已经够多了 实力太差的舞者加入进来 我们没有精力管理 只能拖后腿 文言连人善笑 他当然知道其中的得失 只是这种能够提高实力 却只能看着 让他很难受 两人正说着 夏芳从门外走进来 秦盟主 夏芳打招呼道 秦明点了点头 夏会长今天怎么有空招我 夏芳是云城联盟的会长 自从幻虚秘境之行 千辛万苦破了魔祖的计划 虽然没有彻底成功 但其中的功劳 已经让他在列魔者协会中 威望震慑四方了 列魔者协会有很多会长 而现在的夏芳 俨然成了总会长 权力比其他会长要大一分 上次因为提前获得了独魔的情报 才能阻碍魔祖的计划 现在夏芳 把工作的重心 放在收集独魔情报的 工作上 所以 平日里他急忙 自从上次离开之后 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 大事不好 下方陈卓脸说到得到可靠的情报 独魔势力 现在最少有一万龙镜独魔了 一万龙镜独魔 连人心中骇然 什么时候独魔这么强大了 整个天龙世界估计都不超过三万龙镜舞者 这情报是否有误 别看天龙世界似乎有三万龙镜舞者 实力比独魔势力要强大很多 但是这三万龙镜舞者并不属于一个势力 而是分散在整个天龙世界中 一旦独魔势力与天龙世界开战 想要把这些龙镜强者集合起来 很难很难 独魔势力的龙镜独魔虽然少 但他们团结一心 可以各个击破天龙世界的城池 他们只能疲于应付 那独魔圣血如此强大 秦明脸色阴沉 幻须秘境中 他绝对把那颗独魔圣血重创了 可是没想到 居然能够在短短一年内 让魔祖培养出最少五千龙镜独魔出来 这比他使用完美龙镜丹药培养的速度还要快 若是他在幻须秘境中没有破坏 那岂不是独魔培养的速度更加快 现在可能就不是一万 而是两万了 难怪魔祖处心积虑 千方百计的想要得到独魔圣血 只要得到它 几乎是稳操胜券了 如此快速地培养出龙镜独魔 那些独魔肯定会根基不稳 甚至有可能就是 再以伤害武者的根基来提升实力 秦明皱着眉头 考虑着该如何是好 丹武双绝 第2626章 一万龙镜独魔 独魔的实力提高得这么快 就算根基被毁又怎样 反正魔祖又不是培养他们 超越龙镜 达到真龙镜 那些龙镜独魔 在与天龙世界战斗中 只是小兵而已 用不再太在意 他们以后是否还能提升 独魔势力 这样强行地提升实力 给了秦明很大的压力 不得不说 一万龙镜独魔的数量 谁听了都会担忧 秦暴千真万确 有十位英勇的裂魔者 因为这条秦暴丧命 这才千辛万苦得到的 下方脸上不太好看 他不知道该如何阻止独魔 三人陷入沉思 这秦暴不能大肆公开 否则会引起整个天龙世界恐慌 既然得到了独魔们的龙镜独魔数量 应该得到了独魔总部位置吧 秦明问道 这一年 他给了无数的龙镜完美丹药 给裂魔者协会 下方把这些资源 都投入到了裂魔者协会的建设中 甚至还专门招募了一批舞者 裂魔者协会 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龙镜强者队伍 也因此 裂魔者协会壮大了很多 如果是一年前 想要得到独魔内部的情报 几乎是不可能 只有那种独魔准备很久 再加上推算 才能得到些情报 而现在不同 有大量的寻魔应付 有大量的舞者 只要敢牺牲 就能得到想要的情报 寻到了 下方点头道 想了想秦明说道 那么我们能不能主动出街 之所以 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那独魔圣雪 实在太恐怖了 再耽搁下去 会培养出更多的龙镜独魔 独魔式 力更不好对付 下方摇了摇头 得到他们位置的同时 我们的人也暴露了 他们应该已经换了位置 而且 就算主动出击 我们也没有这个实力 文言 连人和秦明都沉默了 对 他们没这个实力 天龙世界的舞者集合起来 实力肯定远远超过独魔势力 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 把所有舞者集合 每个舞者都有私心 甚至很多舞者 根本不关心独魔的事情 在他们心目中 天塌了 有高个子顶着 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 甚至有舞者 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 投靠独魔 出卖情报 难道就这样 看着独魔增强实力 连人皱眉道 独魔剩血的事情 他当然知道 因此 也已经从巨大的震惊中 彻底清醒过来 现在他要面对的 是该如何对付独魔 本来联盟实力 飞速增长 连人心中很高兴 可没有想到 独魔实力增加得更快 云城联盟再发展 也只是一个联盟 一座城池而已 又怎么可能比得上 独魔势力呢 就算我们想阻止 独魔提升实力也做不到 只能这么干看着 秦明冷静到 他们诚心要躲着我们 除非整个天龙世界的 舞者联手 否则想要找到 独魔实力的根基所在 很难 独魔的隐藏能力很强 他虽然把所有的 独魔心投血 都炼制成了玉明珠 奈何玉明珠 制作成寻魔硬符 还需要很长时间 主要是玉明珠太多了 硬符是不够 单五双绝 第2627章 寻魔硬符不够 寻魔硬符不够 他们寻找独魔的踪迹很困难 就算他们有战胜独魔的实力 找不到他们的人 也没有办法 独魔在千年之前战败过 但因为他们的隐藏能力 躲起来休养生息 哪怕天龙世界的舞者胜利了 也拿他们没办法 寻魔硬符好解决 等到所有的玉明珠都炼制完成 独魔的隐藏能力 就完全被废了 不但如此 因为寻魔硬符能够锁定独魔的位置 这样在战斗中反而有利于舞者们 秦明想了想 冷静了下来 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等到寻魔硬符足够 到时候在隐藏上 他们占据优势 他们能够通过寻魔硬符 找到独魔的位置 而独魔却没有办法找到他们 连人和下方想了很久 也没有一个好的对付独魔的方法 最终 下方只能无奈地离开 等到下方离开后 秦明说到独魔越来越强大 再这样下去 最终天龙世界只有一个可能 必败无疑 等到独魔的龙境强者数量 超过天龙世界龙境舞者数量 不管是正面进攻 还是偷袭 我们都不是独魔的对手 嗯 这一点连人早就想到 他沉着连点头 可是寻魔硬符不够 我们只能等待 只希望在寻魔硬符足够的时候 独魔的实力不要太强 说着 他声音越来越小 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一年独魔的龙境舞者 就能增加五千 时间越长 独魔的实力也会越强 哪怕以后增加实力的速度 会慢一点 也不会慢多久 时间越久 对他们越不利 这不是关键 勤明眼眶灵力 声音中透着担忧 关键是 就算我们的寻魔硬符足够 却没有足够的实力 说不定等到我们寻魔硬符足够的时候 独魔们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整个天龙世界舞者 到时候 独魔根本不需要躲 只需要正面进攻就行 独魔的实力超过我们 连人心一颤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天龙世界的舞者们 都依靠城池生存 很少有舞者 能够彻底的拖累城池 一切的物质贸易 都在城池中进行 所以 天龙世界的舞者 不像独魔那样 能够躲避 说实话 独魔们也在城池内交易物品 只是因为 他们交易的城池比较小 那里没有寻魔硬符 没办法把他们辨认出来 就算在城池内有寻魔硬符 独魔也可以派遣奸细 进入城池内购买 而他们却不行 只要和独魔照面 对方就能认出来 是不是自己人 也因此 一旦独魔势力的实力 超过天龙世界 那么天龙世界 就必输无疑 连人站起身 在房间内走来走去 如同热锅上的 蚂蚁一般该怎么办 找又找不到他们 他们又不主动攻击 我们该怎么办 连人实在想不到办法 现在天龙世界的实力 明明比独魔势力强大 可就因为不团结的原因 却只能陷入被动 天龙舞者 由各个城池 无数的势力组成 每个势力都有自己的想法 想要让他们团结起来 只有在把他们逼迫到 绝境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 单舞双绝 第2628章 靠自己 难道天龙世界 又要和千年前一样 在最后关头才醒悟过来 在最后关头 才团结 连人难难自语 秦明叹了口气到 这一次不比千年之前 千年前独魔并没有 圣兽及圣雪 他们的舞者 也是死一个少一个 而现在不同 圣兽及独魔圣雪 可以让他们非常轻松地 培养出龙境独魔 可以把龙境独魔 当成炮灰 死了也无所谓 独魔势力的战争潜力 将比天龙世界的舞者 还要强大 一旦战斗像千年之前 陷入了僵局 最终失败的 一定是天龙世界 连人目光茫然 不过 秦明停顿了一下 听到事情 似乎有转折 连人迷茫的双眼 有了一丝神采 他眼含期望看着秦明 不过我们未必没有机会 秦明到现在 最关键的问题是 寻魔应服 以及对付独魔的实力 不够强 依靠天龙世界 其他势力 肯定是靠不住的 只能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自己 连人低头沉思 天龙世界 城池灵力 一盘散沙 各个势力 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可能团结一致 等到他们团结 就什么都晚了 可是靠云城联盟 只是一个城池的力量 怎么可能 与独魔势力对战 他们只有一千位 龙境舞者 虽然这实力 比其他任何一个 城池的所有实力 都要强大得多 可对比独魔势力 一万独魔 又算不了什么了 靠云城联盟 根本不可能战胜 独魔势力 除非他们实力 提升的速度 比独魔势力 实力提升的速度快 对 只要他们实力 提升的速度 比独魔势力 实力提升的速度快 事情就有转机 可是 怎么才能大幅度的 提升联盟的实力呢 连人抬头 看向秦明 秦明脸色平静到 估计你也想明白了 不错 只有我们实力 提升的速度 比独魔快 那么 不管它有多强大 都只有灭亡 一旦 寻魔应符制作完成 我们的实力超过它 就能化被动为主动 甚至能够把所有的独魔 都杀死在天龙世界 连人点头赞同 若是以前说 把天龙世界的 所有独魔都消灭 它肯定觉得异想天开 而现在不同 秦明炼制了 无数玉明珠 能够制作出 无数寻魔应符 而且这些寻魔应符 很多都是超越龙极的应符 可以精准地定下 独魔的具体位置 一旦天龙世界 赢得了这场战斗 可以凭借着这种 寻魔应符 把所有的独魔 都找出来 所以虽然独魔 遍布整个天龙世界 但有了足够的 寻魔应符 组织整个天龙世界的力量 是能够把他们灭杀干净的 只是要有足够的力量 他们该如何提升力量呢 秦明坦言道 虽然我能够炼制 龙极完美丹药 可就算有很多 龙极完美丹药 我们也赶不上 独魔势力提升 实力的速度 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整合整个天龙世界 整合整个天龙世界 连人浑身一阵 抬头震惊地看着秦明 他的意思 一同整个天龙世界 单舞双绝 第2629章 训练舞者 对 秦明点头到 独魔势力的实力增长很快 要想让我们 比他们实力增长得更快 只有一个办法 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只有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我们才能够得到 天龙世界的所有资源 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培养舞者 联盟内的舞者 在这短短一年内 有很多晋升为龙镜 再加上招募而来的 才让联盟舞者数量增加到一千 联盟中很多交进舞者进阶 他们依靠的是 完美涅槃丹 可惜 就算有完美涅槃丹的帮助 也有很多舞者失败 刚刚从幻虚秘境中出来 所以市面上才会流通大量涅槃草 这些涅槃草 大多是舞者 从幻虚秘境中得到的 而现在市面上的涅槃草 绝大部分 已经被联盟收购 没了原职 秦明哪怕炼丹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炼制出涅槃丹来 天龙世界有出产涅槃草 但很多势力把涅槃草 当成宝物一样 并不会拿出来出售 若是能征服天龙世界 这些涅槃草 就能得以使用 整个天龙世界 有很多资源 不统一 无法开发这些资源 听到秦明的诉说 连人低下头思考成功的可能性 整个天龙世界 他们现在的实力最强 而且因为幻虚秘境的是 联盟的声望 更是如日中天 秦明也突破 成为了龙镜强者 更是有圣血舞者的身份 同皆无敌 他的实力和声望 对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会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唯一的阻碍 就是其他势力 不会心甘情愿地加入云城联盟 可是现在天龙世界的形势 越来越危急 若是 再这么耽搁下去 必败无疑 这似乎是唯一一个 能打破僵局的方法 努力一番 不管成不成 总比被动等死要好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连人抬起头 激动地看着秦明 道盟主 我们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好 秦明点头到统一天龙世界 是一个繁琐的事情 但并非不可能 若是给我足够的时间 我有绝对信心能够统一 但独魔不会给我们这么多时间 因此我们需要一边执行统一事宜 一边训练舞者们 让他们为接下来与独魔战斗 做好充足的准备 舞者们从来没有停歇过 都知道会与独魔有一场恶战 平日里训练得很刻苦 连人拍着胸膛保证道 训练舞者的事情 可是他的分内事情 他做得非常仔细 一丝不苟地完成 秦明摇了摇头到 我知道你平日里 在监督舞者们训练 他们也很用心 但是光训练可不行 还要参加实战 与独魔势力战斗 可不是一两个舞者之间的比动 而是大量龙镜舞者 和大量龙镜舞者之间的战斗 这种大场面的战斗 我们和舞者们都没有经验 你是说 连人思考秦明化你的意思 试探地问到我们要用战争练兵 他当然知道 他手下的龙镜舞者们 单打独斗 可能都是一把好手 但大规模的战斗 天龙世界其他级别的舞者 可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争 但龙镜强者 千年来都没有大规模战斗过 丹舞双绝 第2630章 云城太小了 天龙世界 有很多的城池 以及无数的宗门 一些强大的城池和宗门内 有着龙镜强者 但他们所拥有的龙镜强者数量很少 哪怕是利益争斗 了不起的龙镜强者战斗在一起 天龙世界 虽然龙镜舞者还算有一些 但都分散了 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 千人以上龙镜舞者级别的战争 秦明缓缓道 而未来 我们与独魔势力战斗 可不是十人 百人之间的战斗 而是千人 甚至万人 十万人之间的战斗 龙镜舞者 与其他级别舞者战斗方式完全不同 谁也没有经历过 所以需要提前锻炼一番 千年来 独魔和天龙世界很少发生冲突 独魔势力一直隐藏着 不光他们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其实独魔势力也缺少 若是把龙镜舞者们这方面训练好 以少胜多 都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应该怎样训练舞者这方面呢 连人疑惑到 成千上万人的战争 可不是想打就打的 云城太小了 云城联盟虽然有一千龙镜舞者 也不足够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 扩大地盘 征服几座城池 秦明抬头看着天空 淡淡地道 连人一愣 你一直在让我约束联盟舞者 不要让他们和其他城池产生冲突 现在 云城联盟要发展 自然会与其他城池利益有冲突 但一直以来 在不战里的情况下 云城联盟都是能退就退 不能退也会给相应的补偿 总之要在乎个 方面的利益 不让云城联盟的发展 让其他人敌视 所以这一年 云城联盟并没有征服其他城池 是他在极力的约束底下的武者 否则以现在他们的实力 旁边几座城池 早就被征服了 毕竟云城联盟 可是有一千龙镜强者 实力超过其他城池太多太多 而且 云城联盟是一个整体 而那些城池内的势力 却是一盘散沙 想要征服他们 非常轻松 不过要考虑征服之后的影响 一旦云城联盟征服了一座城池 那么天龙世界的其他势力 肯定会担忧 担忧云城联盟不停歇 会继续征服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很有可能会联合起来 抵制云城联盟 千年前之所以天龙世界的武者们 都联合起来 不是因为独魔势力是外来势力 所以才联合起来驱逐他们 而是因为独魔势力 侵占了武者们的利益 所以 武者们才能团结一心 一旦云城联盟 被人们认定有巨大危险 他们很有可能把整个云城联盟 当成独魔势力一般 所以 之前秦明阻止他们 侵占其他城池 连人也很能理解 为什么现在秦明 却放开了这个限制呢 秦明叹了口气 说到若是可以 我不想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统一天龙世界会得罪很多人 会让很多人敌视我 而我最终的目的是 突破龙境 去无尽虚空寻找小事件 统一了天龙世界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单舞双绝 第2631章 一个计划 现在没有办法 若是不统一天龙世界 让天龙世界一盘散沙 是绝对不可能对付得了独魔势力的 秦明脸色平静地说道 难为你了 连人叹息道 秦明并不爱权力 这一点连人非常了解 就算做了联盟之主 秦明也没有怎么管理联盟内的事情 大部分权力都下放给各个副宗主了 也因此 云城联盟中的舞者们 充满了激情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盟主并不爱权力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副盟主 甚至有一天 可能成为盟主 有了目标 就有动力 让无数有野心的舞者们 看到了希望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整合整个天龙世界的力量 对付独魔 秦明捏着拳头 狠狠到灭了独魔 我就能安心地离开天龙世界 去寻找小世界 在天龙世界 他与独魔的恩怨 从来都没有停过 很快 等到云城联盟有足够的实力 他就要和独魔势力决一死战 若是我们征服了几座城池 就被整个天龙世界敌视 该怎么办 连人皱着眉头 想着该如何统一天龙世界 若是天龙世界这么好统一 那么这千年来 也不可能会是一个个势力 割据城池的现状 一旦引起敌视 他们统一天龙世界 就是和整个天龙世界舞者为敌 云城联盟虽强 可比起独魔势力来 远远不如 连独魔都不敢正面 与天龙世界为敌 他们又怎么有实力 与整个天龙世界为敌 秦明也是皱着眉头思考起来 目标已经确定 现在要减 觉得问题是 怎么征服整个天龙世界 这必然是一个庞大的计划 却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秦明和连人 坐在椅子上埋头苦思 他们不能把这个计划 透露给联盟的其他人知道 一旦消息泄露出去 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苦思了一个时辰 连人突然神情一动 说道盟主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又能让其他势力不那么敌视我们 又能够让云城联盟扩张 只是 只是要让你受些委屈 哦 秦明但笑道只要有好办法 只要能够灭了毒魔 我受些委屈算不得什么 你说 到底有什么办法 连人比划着说道我们这样 这样 再这样 他一点点地说着自己的计划 秦明不是的眉头皱起 听完连人的计划 秦明无语道 你这个计划真因损 确实极大的损失了我的名声 连人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不过 不得不说你这计划很好 若是操作得当 我们能够以最小的损失 一同整个天龙事件 秦明赞同道 至于我受的委屈 只要最终计划成功 把毒魔赶出天龙世界 相信天龙世界的舞者们会体谅我的 就算不体谅也没关系 我秦明做事 用不着在乎其他人的看法 所以 你也不用觉得难为情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完善这个计划 天龙世界与毒魔战争的最终胜负 你的计划至关重要 是 我一定会做得漂漂亮亮 连人拍着胸脯保证到 单舞双绝 第2632章 攻击城池 计划商量完之后 两人又完善了一下细节 第二天 整个云城联盟就开始风起云涌 无数的舞者嗷嗷直叫 士气高昂 在几个副宗主的带领下 直奔云城附近的几座城池 云城联盟实力强大 独魔不来惹他们 天龙世界的其他势力 更是见到他们褪比三射 舞者们整天在联盟内训练 这一年过去了 很多舞者实力大尽 训练了一年 他们安逸的日子过得有些久 早就想要战斗 想要建功立业了 但云城联盟有自己的规矩 没得到允许 哪怕抢夺了一座城池 不但没有奖励 还会有责备 也因此 他们只能窝在联盟内 整日里无所事事的修炼 现在终于能战斗了 他们兴奋无比 副宗主们也是趾高气昂 飞行的速度极快 云城联盟的舞者们憋得慌 他们更加憋屈 这一年来 云城联盟的实力与日俱增 照理来说 这样的实力 已经配拥有十座 二十座城池了 但是秦明不允许 他们也没有办法 现在连人带头 却是想要扩张云城联盟 云城联盟的地盘扩大了 他们的权力也会跟着增加 被委派管理一座城池都大有可能 甚至若是云城联盟地盘足够多 他们甚至可能同时管理几座城池 所有的联盟副宗主 以前就是一个势力的头头 虽然现在在秦明底下 秦明也没有管他们 但再怎么 也没有无拘无束地管理一个城市 要来得舒坦 因此 在连人带头的情况下 他们根本没有多问有没有得到秦明的同意 而是浩浩荡荡地 朝着附近几座城池杀去 连人虽然和他们一样 同样是副宗主 可连人与秦明特别亲近 因此 他的权力比他们都稍微高那么一点 反正是连人带头 就算犯了错误 也有他顶着 趁着连人带头的机会 先抢几座城池再说 几个副宗主 每人负责攻占一座城池 这一次 他们兵分五路 虽然兵分五路 但每位副宗主 都带着两百位龙镜舞者 这个实力远远超过要进攻的城池 有着碾压的实力 所有的舞者都士气高昂 连人带着舞者们 在天上飞行着 这一次 我们不但要干净利落地击败他们 还要打出我们云城联盟的气势来 连人挥手指着 下方的城池 大声地说到 你们代表的是云城联盟 很多舞者更是第一次 代表联盟出战 联盟平日里好吃好喝 无数资源培养你们 现在该你们出力了 一定要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 让其他舞者看看 我们云城联盟强大的实力 是 舞者们大声地吼道 连人严肃到 对付下面的森爱城很简单 但是要打出气势来很难 你们已经在一起训练很长时间了 这次行动虽然简单 但我希望看到的 不是乱哄哄的战斗 而是要看到一支整齐一化的队伍 所以 等下听命令形式 又不听命令的舞者 哪怕最后战斗胜利 不但不会得到奖励 反而会因此被批评 严重地逐出联盟 单舞双绝 第2633章 森爱城 看着连人严肃的表情 所以有多精神一振 刚刚还抱着无所谓的舞者 也是聚精会神起来 看着舞者们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连人满意地点头 以他们的实力攻击一座小小的城池 自然是手到擒来 攻打城池是目的 但最重要的是训练舞者们 不可能一开始就让一千舞者一起 让他们先适应两百人 两百人配合战斗 而后再集合在一起 只要能做到另行禁止 那么哪怕是一万人的队伍 也会很好指挥 舞者们的吼叫 惊动了下方森爱城 无数的舞者抬头看天 发现是云城联盟的舞者后 并不感到担心 还有舞者在下方指指点点 和旁边的人聊着天 若是看到其他势力的舞者 他们肯定会紧张万分 担心对方来攻击森爱城 可云城联盟 他们并不担心 森爱城和云城做了多年的邻居 云城联盟早就比他们实力强大 可从来没有透露出过 征服他们诚实的意思 这些年 依靠着云城做邻居 他们森爱城也赚得盆满钵满 你们看云城联盟的舞者们多精神 不像我们诚实的舞者 平时看上去如同 被人抢了原始一般 他们看上去当然精神 他们的实力可是龙镜 这两百人都是龙镜强者 什么 两百龙镜强者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因为云城联盟的舞者们 没有把身上的气势散发出来 又因为距离远的原因 森爱城的舞者们 只有少部分舞者才能看出 这两百舞者 都有龙镜的实力 正在他们议论纷纷时 天上两百龙镜舞者们身上的气势 猛然散发 席卷整个森赖城 森赖城中 所有不以为然的舞者 都抬头看天 战战兢兢 连人带着舞者们 飘然而下 无视了森赖城中不能飞行的规则 站在空中 森赖城中的几大势力 早就发现了连人一伙人 开始并不在意 甚至以为 他们不是朝森赖城来的 只是路过森赖城而已 现在连人和舞者们 把身上的气势散发出来 他们才知道 来者不善 一群人从底下飞上来 与连人遥遥相望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里可是森赖城 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 上前一步走到前面 义正言辞道 森赖城禁止飞行 别以为你们是云城联盟就了不起 一位气势不凡的中年人 看着底下无数的舞者 看着自己 昂着头走了出来 大声道 听着两人的话 连人暗自摇头 要不是为了云城联盟的名声 他们何必如此没落 就因为云城联盟的名声太好 所以其他势力 都把云城联盟当成君子 所谓君子可欺之一方 现在他们虽然实力比对方强大 但对方并不怕自己等人 就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 联盟的名声好 有利也有弊 所有势力 所有人都是吃软怕硬 过往云城联盟表现出友善 可以顺利地发展 不让自己陷入到战争的阴霾中 也因为勤明要帮助天龙世界 让天龙世界更加强大 所以才会与天龙世界的所有势力 除了独魔之外 都保持着最少中立的态度 单五双绝 第2634章 青羽狼 现在不可能了 要征服天龙世界 必须要表现强势 想到这里 连人拔出手中的长剑 大声地宣布到 从今天开始 森赖城由云城联盟掌控 不管森赖城以前有什么规矩 现在的规矩 由云城联盟来定 听到连人说的话 众人没反应过来 森赖城是我们的森赖城 什么时候是云城联盟的了 对啊 难道他们 想要攻占森赖城 这件事情 经过秦盟主允许了吗 云城联盟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霸道了 他们不是一直在抵御独魔吗 为什么没和独魔战斗 却有闲心来森赖城 底下的舞者疑惑不解 都问向旁边的舞者 但谁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实在是今天云城联盟的表现 和以往大象停静 他们不能理解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发老者不解地问道 那位气势不凡的中年人 大声地质问道 这就是云城联盟吗 难道你们想要抢夺森赖城 不错 连人坦然到云城太小了 我看上森赖城了 实相的 现在就从我面前消失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闻言 那气势不凡的中年人 仗红着脸 他是森赖城的第一大势力 森赖城中 属于他的产业众多 就这样离开 他如何甘心 于是他上前一步 指着连人到森赖城 是我们的森赖城 谁要想抢夺 除非踏着我青羽狼尸体过去 听到 中年人的话 底下无数森赖城舞者 大声嚷嚷起来 他们也不想森赖城 被云城联盟的去了 所以 发出自己反对的声音 想要迫使云城联盟 因为他们的阻拦 而放弃抢夺 云城联盟是要鸣声的 他们反对的声音一定有用 我连人这辈子杀人无数 但从来没有哪个舞者 站在我面前送死 连人手持着兵器 大笑到你是第一个 那今天就用你来 让我的兵人开开婚 自从成为云城联盟的 副盟主 我就再也没有杀过 龙镜舞者了 你是第一个 应该感到荣幸 杀 杀 连人身后的云城联盟舞者们 都大声吼叫着 表情很兴奋 他们很长时间没战斗了 只要连人动手 对方肯定会还手 只要还手 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杀上去 图了森赖城最强大的几个势力 如此一来 就把森赖城彻底掌控了 看着连人手中的兵刃 又被云城联盟的两百龙镜舞者 气势压迫着 气势不凡的中年人青羽郎 不由的身上气势一阻 连连向后退了两步 感觉有些丢脸 想要挽回气势 可看着凶神恶煞的两百镜舞者 他脸色变了有变 最终没有说话 看着连人那凶悍的眼神 他相信 只要他敢反驳 对方就敢杀他 这里可是有云城联盟的两百龙镜强者 哪怕把五个森赖城困在一起 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他死了也白死 不但如此 他的家族也会因为他的死 而灰飞烟灭 丹武双绝 第两千六百三十五章 赶走 青羽郎之所以看到 云城联盟带着两百位龙镜强者 还这般强硬 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实力 能够打败他们 而是因为云城联盟奖礼 现在连人明摆着 仗着自己实力欺负他们 青羽郎就没有办法了 而且他还得当心 云城联盟得了森赖城 会不会为了以防万一 把他杀了 见到青羽郎实实物者 为俊杰 连人收回兵器 板着脸不屑道 敢打你们就上 不敢就滚 被连人这么一吼 所有人都清醒过来 很明显 这一次云城联盟铁了心 要占领森赖城 现在该怎么办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就这么 把森赖城让给他们 可这样是不是太没有面子 森赖城有他们自己的产业 离开了森赖城 他们能去哪里 可不走 又有什么办法 看着云城联盟舞者们 杀气腾腾的模样 森赖城内的各大势力 现在面临一个 艰难的选择问题 要么留在这里 看看云城联盟 敢不敢杀他们 要么带着势力离开 至于在森赖城内 带不走的东西 只能留在这里了 底下无数势力的舞者脸上 如同家里死了人一般 脸色难看 心底一个劲地咒骂连人 咒骂云城联盟 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 把天上所有 云城联盟的舞者都撕了 可这样做只有一个下场 不但自己死 连自己身后的势力 也会跟着遭殃 滚 见到这些大势力 半天没动静 连人大骂道 给你们半天时间 留在森赖城的势力 那么就是归附于森赖城 归附于我们 云城联盟之下 既然归附我们云城联盟 就要遵守联盟的规矩 若是又不遵守联盟的规矩 又在森赖城 那么就视为向云城联盟 发起挑战 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 给你们留个全尸 都算我连人仁慈了 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 所有的势力都知道 现在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普通舞者还好一点 待在森赖城内 云城联盟肯定不会驱逐 只是森赖城今后 被云城联盟管理 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是变得更好 还是变得更差 他们忐忑不安 一些小势力 已经打算 就在森赖城不走了 换云城联盟管理 就让云城联盟管理 城池吧 森赖城是他们的根基 离开了真不知道 能到哪里去 特别是 现在独魔愈演愈烈 随时都有可能发起 对整个天龙世界的战争 一旦发生战争 还是城池内 更加安全一些 他们这些小势力 搬到其他城池内 肯定不受待见 森赖城内的一个个大势力 如同天塌下来一般 只能硬着头皮往外面搬 他们同样不知道去哪里 可森赖城被云城联盟占领 他们除了加入云城联盟外 是绝对不能待在森赖城内的 可加入云城联盟 这就意味着 他们将会失去现在的权势 对于势力的突破武者来说 这并没有什么 只是换了个势力而已 可对于那些掌权的舞者 就完全不同了 加入云城联盟 他们也就和普通舞者一样 没有了任何优势 单舞双绝 第2636章 转机 森赖城的一个个大势 在半天内 全部自觉地搬离了森赖城 说是自觉 其实是被云城联盟的吓得 天上两百多龙镜舞者 全部把气势释放出来 没有人敢赌 他们敢不敢动手 两百龙镜舞者 这股实力太强大了 哪怕没有出手 只是释放气势 也能压的人喘不过气 这一次 大势力搬离森赖城 每个势力都最少有一半舞者 并不跟着他们走 物一贵 人一见 离开了熟悉的森赖城 到其他城池 去和那里的本土势力竞争 想想都知道残酷 大势力的底层舞者 可以留在森赖城内 反正他们在势力内 也没有多少存在感 可那些高层和中层 却不能不同 除非整个势力 都加入云城联盟 否则他们绝对不能留下来 望着熟悉的森赖城 一些势力的舞者 留下了屈辱的眼泪 被赶出去 很丢脸 也很委屈 可这就是现实 云城联盟太过强大 他们不是对手 虽然不敢与云城联盟为敌 但他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把云城联盟 骂了超过一百遍 走在离开森赖城的路上 一味为舞者心里气愤 发现底下舞者们的情绪不对劲 高层们出来鼓舞士气 云城联盟确实强大 我们没有办法 但并不代表云城联盟 就能一手遮天 这一次 他们做得实在太过分 我就不相信 他们在天龙世界内 可以一手遮天 很有可能这一次 是连人自己的决定 秦明盟主并不知道 我已 经派人去云城了解情况了 事情未必没有转机 听到高层如此说 无数舞者心中抱着幻想 对啊 秦明的名声很好 听说在幻虚秘境中 为了天龙世界 在与强大的独魔势力对抗 甚至差点丢了性命 而且一直以来 秦明都是怜悯天龙世界的舞者们 甚至一直把完美丹药 按照市场价 大量出售给一些势力 对 秦明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 若是知道 肯定会出面阻止 听到事情可能有转机 所有的舞者都带着期盼 离开森赖城 他们没有地方去 去哪里就会受到 当地势力的嘲讽 现在有了能够回去的希望 他们情绪立马变得高涨起来 森赖城是如此 其他被云城联盟进攻的城池 也是差不了多少 一个个势力被赶出了城池 漫无目的地在外面 不知道何去何从 没有一个势力 敢于明目张胆地 和云城联盟作对 毕竟两百龙镜强者的气势放出来 在这种压迫下还敢动手的人 那就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一个个势力的领头人 若是随意地胡来 他们的势力 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早就被人灭了 与此同时 无数的舞者汇聚到云城 向着云城联盟总部而去 有的是在收集情报 云城联盟到底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大动静 有的是来找秦明控诉的 还有独魔势力的探子 整个云城在很短的时间内 汇聚了天龙世界各地的舞者 单舞双绝 第2637章 五座城池 本来因为独魔的事情 天龙世界的各大势力 都如同金弓之鸟 好不容易这一年风平浪静 但都知道是暗流涌动 什么时候都可能起更大的风暴 现在云城联盟动手 他们如同金弓之鸟一般 急忙着想要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云城联盟 已经是整个天龙世界的 烹然大物 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整个天龙世界的格局 当然 也有聪明的人看出来了些 似乎这一次云城联盟 就是想要抢夺城池 想要扩张势力 云城联盟的实力太强 发展又快 仅仅只有一座城池 哪怕这个城池在天龙世界 数一数二 现在也不够云城联盟施展身手了 所以 再征服几座城池 很有可能就是云城联盟 这一阶段的决策 只是那五座城池运气不好 刚好在云城附近 被选为了目标 而五座城池附近的城池 也是因为云城联盟的这次行动 变得人心惶惶 第一个忧心的地方在于 云城抢夺了 那五座城池的控制权 如此一来 那些城池以前的势力 就没地方去了 这就意味着 他们很有可能 选择最近的城池 作为落脚点 每一个城池的利益 早已经分配完 多一个势力都容不下 而这一次 可能来城池的势力 不止一个 有人想要分自己的锅里的东西 他们如何能够心情好 除此之外 最让人担忧的 却是云城联盟接下来的行动 若是云城联盟 抢了这五座城池 不再行动 那还好 可云城联盟的实力 与日俱增 若是这五座城池 还不能满足他们 又要抢夺 那么 云城联盟的下一个目标是谁 最大可能是 靠近云城的他们 总之 这一次云城联盟动手 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 都关心地 看着事态的发展 心中担忧不已 甚至已经暗地里 有反对云城联盟的声音出现 若是持续发现下去 这声音会越来越大 最后大到 能够影响整个天龙世界 现在天龙世界舞者们 对云城联盟的评价 已经变低 以前一派君子作风的云城联盟 似乎露出了他霸道的一面 云城联盟实力强大 但作风很讲规矩 所以无数势力 虽然看到云城联盟的实力日益增加 但并没有怎么担心 也没有多在意 可当他露出了霸道的一面时 众人才醒悟过来 原来不知不觉中 云城联盟 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 虽然评价变低 但云城联盟的名声 更加响亮了 不知道他以后会采取什么方针 天龙世界 已经有一个危险巨大的外敌 独魔势力 只希望云城联盟不要冲动 与整个天龙世界为敌 若云城联盟 真的站在天龙世界舞者们的对立面 那么 整个天龙世界就危险了 他们还没跟独魔打起来 却是自己人先更自己人战斗 难道让独魔坐收渔翁之力 不管怎样 一天之前 云城联盟占据了五座城池 影响了整个天龙世界 无数的舞者翘首以盼 随时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单舞双绝 第2638章 闹腾 云城联盟内 无数舞者在寻找秦明 可都听说秦明闭关了 也就是说 或许那些副宗主做的事情 是他们自己的主意 秦明盟主根本不知道 顿时很多舞者开始在云城闹腾 他们想要引起秦明的注意 想要把秦明吸引出来 云城联盟总部的舞者们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把这些舞者驱逐出去 似乎有为云城联盟的一贯作风 可是不驱逐他们 就让他们在这里闹 又很不好 副宗主都去其他城池内 云城联盟内 除了秦明之外 没有一个身份地位 能够决定这件事该如何处理的 没有人指挥 联盟舞者也不知道该如何办 终于 过了两天 这些舞者的闹腾有结果了 秦明从联盟总部中走出来 看着一大群舞者正站在联盟门外面 把联盟门口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看见秦明出现 舞者们顿时激动起来 秦明盟主 你知道连人 以及其他四位副宗主做的事情吗 他们居然强抢城池 把无数的舞者中原先的城池内赶出去了 秦盟主 你总算出来了 你要是再闭关下去 也许整个云城联盟都不是你的了 连人自作主张 居然带领舞者做出如此人神共愤的事情来 盟主 求你给我们做主 我们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舞者们哭诉着 受了天大委屈 想要秦明为他们讨回公道 总之一句话 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想要他这个盟主出来做主 B2 看着底下乱哄哄的一片 秦明暗自摇头 这些舞者在对付毒魔时 不见他们人意 可是在维护自己利益时 可谓是分毫必争 都是为了利益而来 却代表了无数的势力 秦明要照顾他们的情绪 他装作刚刚知道这件事 惭愧到各位 我闭关刚刚结束 你们也知道 我在幻虚秘境中 突破了龙镜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才能使用龙镜的力量 我刚刚才知道 这件事情 也很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请各位稍安勿躁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听到秦明的保证 众舞者兴奋极了 我就说嘛 以秦明做事的一贯风格 他是绝对做不出 强抢城池的事情来 所以 这件事情 都是连人带头 秦明盟主根本不知道 哼 连人这次做得实在太过了 我让他提升 云城联盟舞者的实力 他到后 居然敢擅自进攻 其他城池 秦明生气 愤慨地道 枉我这么信任他 一直认为他能力不错 却发生了这种事情 真是太令人失望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各位放心 你们的损失 我云城联盟全部承担 好 得到秦明的保证 舞者们兴奋不已 更是有舞者心里算着 这一次 要秦明赔偿多少完美丹药 平日里 秦明的完美龙镜丹药 虽然也在市面上出售 可价格极高 大多数舞者根本买不起 只有加入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 才能敞开了 使用龙镜完美丹药修炼 丹舞双绝 第2639章 裴里 很多舞者羡慕不已 甚至很多舞者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加入云城联盟 虽然羡慕 可大多数龙镜舞者 可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 在云城联盟内 做一位普通的舞者 虽然云城联盟内 有上升机制 而且上升机制很完善 秦明也舍得放权 可他们想要爬到 副宗主之位 或者在云城联盟中 做一个管事 都需要立下日积月累的 先立下足够的功劳才行 很多舞者不愿意放弃权力 哪怕羡慕完美龙镜丹药 他们也不会加入云城联盟 各位放心 我会马上下令 让连人 以及几位副宗主回来 秦明继续保证到 我会让所有的舞者 都从那五座城池中退出来 然后 我会根据你们的损失 给予赔偿 也会让连人 以及几位副宗主 给各位道歉 听到秦明的保证 舞者们很兴奋 现在不但能够得回自己的诚持 还能从秦明这里拿到补偿 按照秦明的一贯大方的风格 这一次补偿 肯定价值连城 得到了秦明的保证 所有舞者都很满意 作为云城联盟之主 现在实力又达到了龙境 又是圣血舞者 不管是实力 还是影响力 秦明都足够统率 整个云城联盟 因此 他说出来的话 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只要有秦明的保证 事情必然能够办妥 舞者们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但他们并不打算离开 他们想要亲眼看到 秦明处理这件事 见到舞者们平静下来 秦明又安慰了他们一番 然后进了总部 一天过去 连人和几位副宗主 都从其他城池回来 并且听说一回来 就被秦明死命地骂了一顿 甚至秦明 想要把连人的职位给夸了 还是因为其他几位副宗主求情 这才没有动手 不过 连人被狠狠地批评了 要在云城联盟做检讨 并公开向所有舞者道歉 得到消息的舞者们 欣喜若狂 一大早就聚集在云城内 看着高台山的连人 被舞者们注视着 连人表情淡然 但可以从他眉心中 看到一丝疲惫 高台下 青羽郎哈哈大笑连人 你也有今天 你不是要和我打吗 怎么 你现在敢动手吗 他得到连人 要给所有人道歉的消息 连夜赶了过来 从来还没有人 让他受那般侮辱 他要向云城联盟 狠狠地讨个说法 要让秦明培养他很多完美龙镜丹药 若是不赔 他就满世界宣扬云城联盟的不是 这一次 云城联盟做错了事情 他要狠狠地从联盟内捞一大笔 反正云城联盟的资源多 听说联盟内所有的龙镜舞者 都使用完美龙镜丹药修炼 给这些舞者 用这么好的丹药修炼 真是浪费 那些舞者和秦明 又没有血缘关系 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利益的原因而离开 听说这些龙镜丹药 是秦明亲手炼制的 他炼制丹药的速度极快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 不管是真是假 这一次都发达了 没想到 还能因祸得福 秦宇郎忍不住笑出声 这一次 他肯定能够捞个够本 丹舞双绝 第2640章 十万龙极完美丹药 时间快到了 秦明先是上台 给所有舞者诚恳的道歉 各位实在对不起 这件事情 我有很大的责任 是我交代连人提升联盟的实力 只是没有想到 他采取如此激进的方法 如果我提前知道 肯定会阻止 还好没有出现伤亡 酿成更大的苦果 还能够挽回 台下舞者们 都安静地听着 秦宇郎却感觉自己亏了 早知道这样 当时我就让人反抗了 只是被人赶出去了一次 就算赔偿 也只能十倍百倍的药 可若是死了几条人命 甚至 我儿子死了 那么我就可以狮子大张口 让云城联盟赔个倾家荡产 秦宇郎很后悔 当时连人带着两百龙镜舞者 他们气势高昂 太有压迫力了 在那种情况下 谁也不敢冲动 若是早知道会是这样 他当时就把自己儿子推出去了 若是连人能够把他儿子杀了 那么他作为父亲 在悲痛欲绝之下 秦宇应该狠狠地给补偿 他能够名正言顺地得到 比其他势力多得多补偿 就算要价再过分 也不算什么 毕竟人命关天 人命是没办法用资源衡量的 至于死一个儿子 换来无数的资源 到底划不划算 秦宇郎心中很不屑 儿子死了可以再生 但错过了秦宇这只肥羊 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机会 当时若是他反抗 儿子死了 不但能够得到更多的补偿 还会因为他敢于反抗的原因 让势力 声望更进一步 死一个儿子 又得名 又得利 实在太划算了 和秦宇郎同样想法的舞者不在少数 他们心中都后悔极了 可就算后悔也没用 现在只能看看 秦宇具体是如何补偿 他们损失了 没让他们等多久 台上秦宇直接拿出一个空间戒指 交给身后的连人 而后大声对着下面舞者说道 为了赔偿各位的损失 我准备了十万完美龙镜丹药 死 听到十万完美龙镜丹药这几个字 所有舞者的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能够得到补偿的舞者 欣喜若狂 不能得到补偿的舞者 极度的发狂 十万龙镜完美丹药 这是多么大一笔财富 秦宇就这样拿出来了 秦宇郎心脏更是忍不住狠狠地抖了两下 现在恨不得回去 把自己儿子弄死 诬陷云城联盟 也不需要多少 只需要这十万完美龙镜丹药就行 有了这笔丹药 他能够培养出多少龙镜舞者来 可惜 秦宇不是白痴 已经把整个事情经过调查清楚了 现在他把儿子弄死诬陷 反而站不住里 很有可能被其他舞者揭穿 毕竟少一个势力分 他们也能多得一些完美丹药 他们一定不介意这么做 十万完美龙镜丹药的声音落下 就如同炸开了锅一般 这里纷纷扬扬 声音覆盖了整个云城 很多远处的舞者 听不到秦宇说的话 被前面的人告知 顿时议论起来 随着消息的传递 无数舞者都知道了 秦宇赔偿的十万颗完美丹药 敬药词 去记得里访 敬药ind 虞忍 龙莫 一直 görev 吆耄 就像 rév沙